8月14日18点45分,传讯网显示,飞马风号货船,已经靠拨大连大摇湾北两岗,在大连港外毛笔转圈圈45日后,那场狂奔的美国网红大斗,终于迎来大结局。 8月14日,新京报读小丁科技,I-D-D-U-J-I-A-O-J-I-N-G-K-E-J-I独家获悉,在日美产大斗的散货船飞马封号,Pick Pegasus,已于2018年8月11日23点50分,靠拨大连大摇湾北两岗,12月4点开始卸货作业,13月13点40分,获主正式向海关申报进口胜数导斗, 海关将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,可以生效的对美部分商品加征关税措施规定,依法征税,看来,在大连外港毛笔转圈圈,成凉的这船大斗,终于可以不用担心变成豆芽了。 6月18日19点43分,从美国西埃图港出发,7月5日下午预计到的中国大连港7月6日上,50级抵达大连外港毛笔8月11日23点50分,靠拨大连大摇湾北两岗8月12日4点开始, 卸货作业8月13日13点40分,获主正式申报进口,海关依法征税获主于13日正式报关交税7月6日, 这船大斗,意外走红,这艘名为飞马封号,PickPackFace, OIM-9634830,的获轮于6月18日,从美国西埃图开往,我国大连港, 装塞约一汽兰顿大斗,原计划于7月5日抵达大连港,赶在7月6月12日, 中国对美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之前免除加征25%关税, 不过,尽管这船大斗连夜在海上狂奔,最终于7月6日抵达大连港毛地, 但最终仍要被加征关税,此后,这船大斗以外成为网红, 无论是在微信朋友圈,还是在外媒社交网站, 几乎全球的网友都在关注这条与时间赛跑的邮轮, 此前,美国宣布计划对数千种中国产品兵收额外关税, 第一批加征关税产品总计340亿美元, 征税措施从7月6日开始生效, 另外160亿美元商品仍在评估之中, 中国政府随即反击,宣布向美国进口产品征收对等关税, 部分关税将于7月6日起生效, 就在7月6日十六时许, 根据海关总署关税征关有关负责人的表态, 中国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措施, 已于北京时间6月12点01分开始正式实施, 当日, 新京报读小丁科技, ID, DUJIAOJINGKEJI独家获悉, 当日该船抵达大远港毛地, 但是, 上位被通知考案完成检验建议程序, 大连海关上位接到该船报单信息, 因此, 这船大都如此努力, 最终仍要面临被加深关税, 希望避开加税的愿望已经亮亮, 8月10日, 根据英国卫报报道, 这船大都抵达大远港后, 就地抛锚, 原地, 转圈圈, 今日, 新京报读小丁科技, ID, DUJIAOJINGKEJI独家获悉, 改船原地转圈圈, 的原因在于, 买卖双方尚未最终达成一致意见, 到底该由谁来缴纳这笔无奈的关税, 这船大都买主为中储粮卸下公司, 这笔关税大约600万美元, 约为4000万元人民币, 美国大都货船飞马封号原地转圈圈, 多了40万美元费用买主角超4000万元关税, 记者发现, 这船大都于7月6日抵达大远港后就地刨锚, 原地转圈圈, 不少网友调侃, 一个月转圈下来, 大都都发芽了吧, 留给大都的时间不多了, 对此, 飞马封号船舶博代理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们视频表示, 船只打转其实是在等待进港交过, 网上的轨迹图, 只看图会觉得轮船在画圈, 但实际上这个船下毛的时候只是船头固定, 但因为海上的风向总是在变化, 所以船在同一个位置, 原地大圈, 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位移, 据英国卫报报道, 这艘船由美国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拥有, 而船上大都的拥有者, 则是一家叫路易德雷福斯, 的总部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农产品贸易公司, 后者据信需要每天支付约12500美元继续租用这条船, 这意味着过去这段时间已经有超过40万美元的额外费用产生, 一位不愿聚名的海运业内人士表示, 按照农产品贸易规则, 这些如果运回原产地几乎就废了, 继续留下来或可打折出售, 弥补买主损失, 由买主充断多加征的关税, 心经暴读小经科技, 爱蒂, D-U-J-I-A-O-J-I-N-G-K-E-J-I 了解道, 除了上述船机的额外费用之外, 买主中储量企业公司为此支付超过4000万元的关税, 一位业内人士对心经暴读小经科技, 爱蒂, D-U-J-I-A-O-J-I-N-G-K-E-J-I-R 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实施大豆价格, 每普世二, 839.25美分计算, 这传七万吨大豆, 约为1.48亿元人民币, 这只是商品的竞价, 如果计算交税金额, 还需要加上运费等成本, 但这些资料并未公开, 上述人是称, 如果紧按竞价计算, 如果这批大豆赶在7月6日中午12时加征关税之前, 只需缴纳440多万元的税, 实际获得500多万元, 如今二到新时事的加征25%的顺利计算, 这批大豆就需要缴纳4,024万元左右的税款, 但实际缴纳金额要比这个数字高很多, 可能会达到5000万元人民币左右, 美国大豆丧失价格优势, 近日,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韩俊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, 一大豆二利, 中国进口的美国大豆, 占美国大豆出口的60%, 是美国出口到欧盟的6倍多, 中国采取反制措施, 加征25%的关税, 美国大豆出口中国的优势已经丧失, 韩俊成, 在国际市场上, 农产品出口竞争性非常强, 如果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受复, 其他的国家有意愿, 也完全有能力, 来取代美国的市场万额, 面对美国不断的升级贸易冲突, 中国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反制措施, 自美大豆进口会大幅度下降, 为防止产生联动效益, 增加国内食品价格上涨压力, 有关部门进行了周密终算的准备, 比如说, 中国可以扩大从巴西等其他国家大豆的进口, 比如说菜子破等, 完全可以替代豆破, 我们有信心, 也有能力来确保国内市场供应, 而且, 除了巴西大豆这个老对手之外, 美国大豆如今还需要应付更多的敌人, 据报道, 中国已经宣布自7月1日起将印度, 韩国, 孟加拉果, 老欧和斯里兰卡的大豆进口税率从3%降至0, 其他国家的大豆分飞降价, 美国大豆却相当于涨价, 这也意味着, 中国能从更多的国家, 获得充足的大豆供应, 对美国大豆的需求将进一步减少, 中国将继续扩大农业对外开放改革开放40年来,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, 农产品进口额占全球农产品贸易额的十分之一, 目前大豆, 食堂, 棉花等农产品, 中国都是全球最大买家, 中国农业对外开放也是全方位的, 该出口的农产品要出口, 要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, 增加农民的收入, 该进口的我们要主动进, 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质食品, 优质农产品的需求, 韩晋表示, 继续扩大开放, 主动增加进口, 这是中国既定的政策。 继续扩大开放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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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继续扩大开放,